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理娱乐集 当你感觉卧室的温度接近40度时 你怎么才能睡着呢? 亚洲的朋友一定会说 开空调呀 是的 亚洲是空调使用率最高的地区 但是当您生活在欧洲 您就不会惊讶小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随着气候变暖和强力热浪越来越常见 科学家注意到 以间温度上升的速度比白天快 这意味着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件让人失眠的事情 每年约有44小时的失眠与高温有关 而且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今年早些时候 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第一份行星级证据 证明气温升高正在侵蚀人类的睡眠 这项研究覆盖了68个国家 使用问代式睡眠追踪器 对47,000名成年人的睡眠情况进行了比较 不仅与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 还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基线进行了比较 不出所料 天气越热 人们的睡眠时间就越少 人们入睡晚 起床早 科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家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凯尔顿米诺博士说 这增加了人们夜间睡眠时间短的可能性 与他们的个人期限相比 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 6小时 甚至5小时 研究表明到本事寂寞 我们每个人每年可能平均面临 两周因继维原因导致的睡眠不足 或50到58小时的睡眠损失 这些数字可不是你随便就能弥补的 你可能会怀疑 如果你在非常炎热的夜吻睡得不好 那么你会在第二天晚上或下一周补上 或者在白天小睡一会儿 米娜说 我们真的很惊讶 无论时间如何 人们都无法好好的适应夜间气温的升高 眼带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事情 睡眠不足会导致一系列急性和长期健康问题 更不用说情绪低落 忍制能力下降和生产力下降 2022年发表在柳月刀星球健康杂志上 但一向研究发现 到本世纪末 炎热夜吻导致死亡的风险 可能会增加6倍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麦娜说 虽然空调是救命技术 但将其添加到每个家庭 将对全球能源消耗产生巨大影响 虽然空调可以为建筑物降温 但它只是将热量转移到室外 而不是真正降低温度 当然还有风扇 它们耗电量比空调少50倍 柳月刀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它们加速皮肤对流 和蒸发热量的流失 但如果温度超过35度 请将其关闭 以免它变得更像吹风机 大多数睡眠研究 都提倡最佳室内气候 约为19度 以至质量好睡眠 伴随的核心体温自然下降 热闹来袭时 最好关上窗户 防止热气侵入 拉上百叶窗户窗帘 可以挡住热量 如果是为温度下降 就把它们打开 打开房屋两侧的门窗 形成交叉通风 以可以多吃色拉 没错 色拉富含健康补水食物 但色拉也会让你远离炉藏 因为炉藏会增加室内湿度 柳叶刀杂志上的那篇论文 详细列出了 再酷热的夜晚 保持凉爽的一系列方法 比如在卧室窗户前 挂一张湿床单 以产生雾化效果 或者用凉水喷洒自己 反复这样做 可以在炎热干燥的条件下 减少65%的脱水 同时坐在风扇前 可以通过增加蒸发 来更快的降温 睡前洗个冷水澡 可以加快身体排汗的速度 或者您也可以把手脚进入 冷水域中以降低核心体温 一向针对在39度条件下 跑步的慢跑者的研究发现 将胸部进入凉水中 不是冷水 可以更快的降低体温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 麦娜警告说 目前缺乏证据表明 与光照或避免饮酒 有关的睡眠卫生 是否有助于减少温度的负面影响 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 那么各家公司已经开始销售 一种相当于防电热毯的东西 睡觉时会吹出凉风的床垫帐 随着夜晚越来越热 你可能要选择使用这种毯子 或者在睡衣里偷偷放些冰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知识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 世界地理系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文化知识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